聊斋故事 阴魔 南方一个小山村里 住着一对年轻的小夫妻 丈夫刘洪明 高大威猛 是一个乔夫 妻子李氏性情温柔 在家里仿见织布 做些鞋袜拿到集市上去 换些钱补贴家用 这夫妻两个是郎才女貌 恩爱有家 小日子虽不富裕 但也甜蜜幸福 这天 刘洪明上山砍柴 一直到天黑也没有回来 李氏赶紧叫左邻右舍 帮忙去山里寻找丈夫 可找了几天几夜 也毫无音讯 附近山上有悬崖峭壁 还时常有野兽出没 大家觉得 刘洪明肯定是出事了 要么被野兽吃了 要么掉下悬崖摔死了 找不到丈夫 李氏整日以泪洗面 村民们都劝李氏节哀顺便 不要哭坏了身子 李氏给丈夫做了衣冠种 但心里依然相信 丈夫还活着 相信奇迹一定会发生的 不知怎的 自从刘洪明失踪之后 村里隔三差五 都有男子失踪 或者意外身亡 一时间 整个村子里人心惶惶 恐怖的气氛 于日俱增 为了早日摆脱死亡魔咒 村里的李正大人 就去找了道人作法 道人摆上祭坛 拿出法器 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 突然吹来了一阵阴风 吹得东西七零八落 把那个道人也吓跑了 村民们见状就更害怕了 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尽量少出门 可为了生计 不出门又不行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村里的男人们 相继失踪或意外死亡 最后只剩下狗蛋一个男子 狗蛋从小脑子就不灵光 二十多岁了 也没有娶妻 大家也没有把他当男人看 所以说 这个村子就成了 名副其实的寡妇村 村子里没有了男人 众妇女就选狗蛋 他娘刘婶为管事的 村里的大事小情 都由刘婶做主 刘婶四十多岁 长相彪悍 快舌快语 她也乐于为村里的妇女们服务 妇女们也算有了主心骨 一日 李氏和一群妇女在河边洗衣 突然看见从上游流过来红色的血水 几个妇女赶紧跑到上游去看 就看见一个受伤的男子躺在河边 李氏上前一看 这人不是别人 是自己的表哥赵三菱 他赶紧把表哥扶回了家中 李氏用草药敷在赵三菱的伤口处 然后又熬药给他喝 赵三菱才逐渐苏醒过来 李氏问赵三菱怎么受伤了 赵三菱说自己才要时不小心从悬崖上摔了下来 李氏没有多想 就让他住在了家里 说上游好了再回去 赵三菱就在李氏家里住下了 李氏每天给他做饭熬药 照顾得无微不至 一日 李氏正在家里访见 刘婶就带着村里的妇女们闯进了院子 李氏 赶紧把你家中的野男人交出来 要不我可不客气了 刘婶双手插腰 凶巴巴的对着李氏大吼 李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赶紧起身说道 刘婶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家里哪有野男人 刘婶说道 你还想抵赖不成 我听说 昨天你从外面捡回来一个野男人 快把他交出来 那个人是我表哥 他现在伤得很严重 在里屋养伤呢 李氏话为裸音 赵三林就拄着拐杖 一瘸一拐地从里屋出来了 刘婶一看觉得奇怪 就带着众妇女离开了 昨天夜里 村子里一个叫梅花的姑娘被男人侵犯了 今天她母亲发现时 梅花已经没有了呼吸 村子里除了狗蛋 就只有赵三林一个男人 这是肯定不是狗蛋干的 刘婶就怀疑是赵三林干的 于是就找来了 刘婶一看赵三林伤得这么严重 有气无力的样子 根本没有立即干坏事 就打消了心中的怀疑 刘婶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是谁祸害了梅花 她召集村里所有的妇女开会 让所有人都注意安全 晚上的时候早些关门睡觉 梅花出事之后 众妇女人人自危 天不黑就关上门睡觉了 白天的时候 大家出去做工也是三五成群的 从来都不敢一个人单独外出 这天众妇女来到一片密林 这里的野果子非常的多 大家就边摘边吃 不知不觉天就快黑了 大家就准备回家 一个叫小翠的妇女说内急 想去方便一下 说着就朝林子深处走去 刘婶说道 天快黑了 你快点 去了好一会儿 大家左等右等 不见小翠回来 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赶紧就去林子中寻找 林中根本没有小翠的影子 众人就到别处寻找 结果看见小翠躺在草丛中 大家赶紧上前去叫他 可他已经弃绝身亡 小翠死了之后 村里的妇女们就更加害怕了 白天也不敢出门了 只能躲在家里 可躲在家里不出去也不行 总要弄些吃的冲鸡 一日中午 吴寡妇就拿着篮子去地里摘菜 结果被一个男子定在了菜地里 并对他进行侵犯 正在这时 狗蛋背着一捆债路过 看见了菜地里的姨母 吓得她把柴火往地上一扔 就急急忙忙的跑回家去了 刘婶一看儿子的样子 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狗蛋就把自己看到了姨母 给他说了 刘婶一听起的牙根痒痒 就立刻带着村里的妇女们 拿着棍棒去了菜地 来到菜地里一看 早已经没有了男子的影子 只有一山 不整的吴寡妇躺在那里 脸色苍白 嘴唇发青 已经死亡了 刘婶恼羞成怒 就带着重妇女和狗蛋 去了李氏家里 李氏看见众人拿着棍棒 闯进家里感觉不好 赶紧起身问明情况 刘婶指着李氏骂道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在家里养着个野汉子 如今已经祸害死几个人了 就在刚才 吴寡妇也被她给害死了 就是 赶紧把她交出来 重妇女挥舞着手中的棍棒 逼李氏交出赵三林 李氏知道表哥的为人 她根本不会干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 再说了 如今她身上的伤势还没有好 怎么可能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表哥为人忠厚老实 如今她又有伤在身 这是绝对不是她干的 李氏辩解道 刘婶从人群里 纳出儿子狗蛋 说道 狗蛋 把你在菜园子里看到到的 给她说说 狗蛋本来脑子反应就迟钝 被刘婶这么一问 脑子一时间转不过弯来 就支支吾吾的说道 娘 你让我说啥 我啥也没看见啊 刘婶一听就很生气 一巴掌打在儿子头上 骂道 你这个猪脑袋 你不是看见赵三林侵犯无寡妇了吗 快说 狗蛋被她娘这么一吼 就更想不起来了 刘婶恨得不行 也没有办法 怒道 好 我早晚要抓住她的狐狸尾巴 走 刘婶带着人走了之后 赵三林就说道 表妹 我还是离开吧 要不他们总来 找你的麻烦 我心里过意不去 说着就起身要走 李氏赶紧搀扶住她说道 表哥 你的伤还没好 你怎么能走呢 咱深正不怕影子些 不管他们怎么说 咱问心无愧就行 赵三林愧疚地说道 我在这里给表妹添麻烦了 李氏说道 表哥太见外了 你安心在这里养伤 好了再回去 一天清早 刘婶做好早饭 见狗蛋还没有起床 就站在院里叫她起床吃饭 叫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回音 她就去屋里看 结果大吃一惊 狗蛋居然不在房间里 她什么时候起床的 自己都不知道 刘婶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赶紧就去外面寻找儿子 村妇们听说狗蛋不见了 就一起帮助寻找 他们看见狗蛋 坦胸目辱 惊叫着从王寡妇的屋子里 跑了出来 众人一看觉得不对劲 顾不得询问 就跑进王寡妇的屋里 就看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幕 王寡妇浑身不着一寸步履 赤裸裸地躺在床上 头破血流 整个床单都染红了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随后就纷纷看向狗蛋 刘婶不相信这是狗蛋干的 可狗蛋从王寡妇屋里出来 她不问明白 也无法对大家交代 就上去拧住狗蛋的耳朵 问她咋回事 狗蛋这次脑子倒是清醒 说话也不结巴了 我不知道 这不是我干的 我明明睡在自己的床上 醒了之后就在这了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知子莫若母 刘婶当然相信儿子的话 就放开她对众人说道 狗蛋平时连一只鸡都不敢杀 这是那个坏蛋在加害她 都在一个村子生活这么久了 大家当然了解狗蛋 也不信她会有这个胆量 刘婶说道 那个骇人精在暗处 王在明处 大家一定要好好防着 防不胜防啊 王村里又没有其他男人 肯定是那个赵三菱干的 众人议论纷纷 刘婶也怀疑赵三菱 可看到她那有气无力的样子 又不相信她会干出那种事情 找不到罪魁祸首 众妇女只能小心在小心 可或是还是在接连不断的发生 这天一个女乞丐来到村里讨饭 她又累又饿 就晕倒在了村头 刘婶看到后就把她弄回家去了 给她洗了脸上的灰尘 又煮了米汤给她喝 女子才有力次生气 女乞丐长得唇红齿白 媚眼如丝 一看就像大户人家的小姐 刘婶就问她是从哪里来的 女乞丐说她叫刘洋 江南人士 是一个孤儿 以讨饭为生 刘婶看着如花似玉的刘洋说道 你赶紧走吧 我们这里不能留你 刘洋说道 大娘 你救了我的命 我愿意嫁给狗蛋哥做媳妇 来报答你的恩情 刘婶一听很意外 说道 狗蛋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嫁给她委屈你了 刘洋说道 狗蛋哥没有那么多心眼 这样的人最善良 我嫁给他不委屈 作为母亲 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娶个媳妇成个家呢 刘婶当然愿意让儿子娶刘洋 很快 狗蛋和刘洋就结为了夫妻 刘婶怕刘洋出事 就说不要她随便出去 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 刘洋就问她为什么 刘婶就把村里发生的事情对她说了 刘洋说道 娘就放心吧 我不会出去乱跑的 夜里 狗蛋和刘洋睡睡之后 就有一个黑影走到床前 手中的尖刀刺向狗蛋 狗蛋就一命呜呼了 次日 刘婶得知自己的儿子死亡 就抱住尸体大哭 狗蛋死了 刘洋就成了寡妇 夜里 那个黑影就来到了她的床前 正要动手 刘洋就醒了过 来 黑影见得醒了 也是吓了一跳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刘洋就开口说话了 我婆婆就在隔壁 要不明天咱们到山上的小树林里去 那里安静 谁也发现不了 黑影一听惊喜说道 好啊 算你失去 你可不要失言 否则后果很严重 说完就离开了 这一幕被躲在暗处的刘婶 听得很清楚 心中骂这一对狗男女 害死了她儿子 黑影一走 刘婶就去质问刘洋 问刚才的黑影是谁 刘洋看到刘婶也是吃了一惊 问她怎么还没有睡 刘婶骂道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救你也没指望你回报 你却主动要嫁给狗蛋 可你为什么勾搭一个也男人来嗨她 说着就上去撕打刘洋 刘洋却一把推开她 说道 狗蛋哥是被刚才的男子杀害的 我是为了给狗蛋哥报仇才说出那样一番话的 刘婶不信 说道 如今我抓住了你的把柄 你就这样哄我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这么好哄吗 刘影儿见他不信自己 就给他说了自己的计划 刘婶听了也是半信半疑 说道 你若真的抓住那个坏蛋 我就相信你说的话 若你抓不住人 我就会按照村规来惩罚你 让你沉堂而死 刘影儿说道 好 一切明天见分晓 他又在刘婶耳边低语了一阵 刘婶听得一脸猛 此日 刘婶就把村里的妇女们组织在一起 悄悄把她们带到一个山洞里 刘影儿在山洞外面贴了几道夫 对众妇女说道 你们待在洞里 千万不要出来 当我叫你们出来是再出来 刘影儿说完 就独自一人朝小树林的方向而去 走到小树林旁 盲命男子就突然就出现在他面前 上去就要拉刘影儿进树林 刘影儿心中窃喜 假装迎合 就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刺了过去 说道 我找的就是你 盲面男子也不是吃素的 轻巧一躲 刘影儿就扑了个空 他抽出腰上别的镰刀 猛地砍向刘影儿 刘影儿一跃而起 躲了过去 二人打了几个回合 也没有分出胜负 刘影儿趁他不背 就逃出一张黄符贴在他背上 只听见男子一声惨叫跌坐在地上 盲脸部也掉了下来 划分两头 李氏发现赵三林不见了 就匆忙来善理寻找 他看到赵三林瘫坐在地上 就跑上前去扶起他 说道 表哥 你没事吧 然后又质问刘影儿为何要害他表哥 刘影儿说道 他是阴魔 根本不是你表哥 你一直被他蒙在鼓里 说着就一拳打在赵三林的头上 赵三林音声倒地 一股黑烟就从他身上飘了起来 他扔出手里的黄符 那股黑烟就落在地上 变成了一个红头发绿眼睛的胸向男子 李氏一看 吓得后退几步 刘影儿嘴里念念有词 男子就定在那里不能动他 再说 刘神一群人迟迟不见刘影儿回去 就待不住了 于是就跑出了山洞来找刘影儿 众人看到被定住的丑陋男子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赶紧跑到刘影儿身边 刘影儿从脸上接下一张面具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相公 你 你没有死 李氏惊讶地看着刘洪民 扑在他怀了痛哭 众妇女看见如花似玉的刘影儿 居然变成了失踪已久的刘洪民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刘洪民当时被阴魔所害 却被一个过路的老道士所救 老道士把他带到山上 然后用内功给他疗伤 又叫他修炼道法 老道士告诉他 阴魔吸尸四十九个女子的精血 就可以练成天下无敌的阴魔大法 眼看人数快了 老道士就让刘洪民来阻止阴魔 刘洪民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 就化身成刘影儿 并假装嫁给狗蛋 为了防止村里的妇女再受到伤害 刘洪民就把他们集中在了一个山洞里 自己去和阴魔附会 阴魔性冲冲的来找刘影儿 谁知是一个圈套 刘洪民让他陷入原形 众人听了刘洪民的讲述 心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 上去就对阴魔拳打脚踢 阴魔动弹不得 只能忍受着群殴 可以难解众人的心头止恨 这时 一个老道士飘然而至 刘洪民赶紧上去叫师父 老道士说道 你的任务完成了 说着就拿出一个葫芦 把阴魔吸了进去 他袖子一甩 就有一群男女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家一看 这些人正是失踪或意外死亡的男子 其中也有狗蛋 还有被阴魔侵犯并杀害的几个女子 老道士说道 他们都是被阴魔所害 不过他们的阳手未尽 我就把他们带回来了 以后你们好好生活吧 众人听了老道士的话 是又惊又喜 夫妻们纷纷抱头痛哭 此时的赵三林也醒了过来 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 还好噩梦已经醒来了 李氏抱住刘洪民说道 相公 从此之后 咱们再也不分离了 刘洪民说道 我一心想道 要跟师父回山中修炼 咱们夫妻的缘分也不能再续了 李氏一听 痛哭不止 老道士说道 你不要哭泣 我带你们夫妻一起去山里 老道士就把刘洪民夫妇带回来了山里 让他们阴阳合体 修炼阴阳大法 多年之后 有人在山中见到一对神仙眷侣 大家都说说刘洪民夫妇